紐約市長Eric Adams日前宣佈了兩項新的任命 自在繼續保障紐約市民的安全 Adams任命擁有近40年執法經驗的Chancey Parker 為新負責公共安全的副市長該任命立即生效 此外,市長還宣佈任命Mona Swaso為公共安全副市長助理 作為副市長,Parker將負責協調全市的公共安全事務 實現Adams將紐約市建設成為美國最安全大城市的願景 目前,紐約市5個行政區的犯罪率持續降低 9月的整體犯罪率更是連續第9個月下降 天南衛視記者編輯報導